嘉义县的雨势也很惊人 而大雨造成了曾文熙出现溪水暴涨的情况 另外山美村路面上也出现大量落石 导致交通中断 还有阿里山达邦公路也有边坡变成了瀑布 雨水倾泻人下直冲马路 而在阿里山公路有石头从边坡滚落 一名80岁老先生担心又怒人危险 独自一人冒雨搬离石头 让居民看了只说好感动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嘉义阿里山达邦公路169线28公里处 出现大量落石 边坡含水量饱和仿佛变成瀑布 雨水直冲马路几乎成了河道 也造成交通中断 雨水像是用道的一样 嘉义县东石乡沿田部落 每逢好大雨无法宣泄 就会造成台17线道路淹水 另外在山美村路段11.5公里处 也发生雨水夹带落石冲刷到路面上 阻碍交通 目前11.5公里是不通的哦 气象局一早也针对嘉义县市发布特报 曾文西也因为大雨出现溪水暴涨 另外在阿里山公路46.6公里处 因为大雨不断狂下造成满地落石 由一个80岁的阿公健壮 担心用路人的安全 独自一人戴着工地安全帽 拿着工具默默移除路面上的石头 不让车辆撞到 阿公原本戴着口罩都被雨水淋湿了 让他根本无法呼吸 只好拿掉口罩 尽管如此他还是冒雨搬运 也让许多民众看得相当感动 志尔蔡重吴嘉义报道